一份汉堡值多少钱呢 带您来看看这个无价之宝 有一名前往台东出差的青年 蔡一尊爱上了这块淳朴的土地 三月份开始她自己开车到偏乡 免费制作汉堡让小朋友享用 有小朋友连培根是什么都还不知道 不过看到他们从期待到满足 让蔡一尊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念 每个人都值得被付出 105公克重的肉片 在肩台上滋滋作响 台东关山镇的月梅国小 这个只有70多位师生的小学校 今天要学生专心上课 真的有点困难 你很想要 对啊 这样 这样这样子 31岁的蔡一尊和几个特地请假 来帮忙的朋友 在学校的穿堂里忙进忙出 不过她真正希望的 是让小朋友知道 免费其实一点都不廉价 非爸爸妈妈爱 有钱吗 她们爱你了 没有钱对不对 所以看爱这个东西是不价的 可是要免费的跟你费钱 这点鸡蛋 来喔 来 都一样大 谢谢 这是什么 那个星姐 你现在拿的那个是培根 都会有爱你的人会找到你 然后告诉你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蔡一尊默默地收拾好器材离开 一点点微小的光亮 在她的乡型车里头 慢慢慢慢地点亮开来 记者赖永成台东报道